來 他們先 我先做菜先 藍白相間的車身 加上超大Smart菜背字樣 滿滿科技感 這輛大型電動巴士 停在南港展演館前 幕後推手就是 鴻海玉龍兩大集團 攜手打造Made in Taiwan的電動巴士 向2050靜靈探牌靠攏 我們鴻華先進 自主設計 自主研發 65%是來自於 我們MIH聯盟的 這個會員們 那到了2024年 他的三電系統 大概90% 是來自於我們台灣的廠商 鴻海董咒劉昂 對自家電動巴士信心滿滿 這個月初剛交車給高雄客運 這回更擔任智慧城市展接駁車 連續三天開放 讓民眾一睹為快 未來也將在大都會客運 22路線試運行 Model C 10月18號之後 我們會接受預定 Model E可能在明年 就是後年的年初 成迷早已超萬想 預購電動車 劉昂偉也給出時間點 不過俄烏戰爭開打 就怕產業鏈遭受波及 尤其妖孽作亂 全球孽價飆破10萬美元大關 會不會對電動車核心元素電池 產生影響 滅會影響大概百分之10% 紅海科技日的時候就會展示 我們在電池上的這個階段性的成果 高雄打造這個一個一條龍的電池 董作劉昂偉也坦言 通貨膨脹漸漸影響第一階產品線 但展望2022景氣依舊省慎樂觀 希望能達到電動車產業 成為台灣下一座護國神山 歡迎收看張宝晨明珍台北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要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